为啥回族人从不吃猪肉,吃了会有什么结果,他们总算明白,提到猪肉,大家都能想到很多美味菜肴,并且不争气的留下一行口水,可以说主要带猪肉的菜品都很香,能下好几碗米饭,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猪肉,有一个特殊民族从来不吃猪肉,甚至开的饭馆都是千针,这个民族就是回族,之所以回族不喜欢吃猪肉,与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信仰思想有很大关系,回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,这一宗教就有明律禁止,不能吃猪肉,原来他们认为猪吃的东西和生活环境比较 而且样貌比较丑陋,而且猪也不跟其他动物一样勤劳,整天好吃难做,除了睡觉就是睡觉,他们担心吃了猪肉之后,也会变得好吃难做,因为就像猪一样十分糟糕,也正如此,在平日三餐中,回族人从不吃那有猪肉的食物,而且饮食也很清淡健康,直到现在,不吃猪肉已经成为他们一大特色,也是回族的一大标志之一,由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和习俗,就算不能理解,也应该学会尊重,这样才能让我们之间更和谐,对此,大家怎么看? 感谢观看